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 天理捷手遊官方有釋出一些小小的情報 各場面在線 就是經典的場面在線 他有額外做一些CG圖 大概是長這樣 這個是應該是風寒月 這邊就講說有一些天理捷系列攻略書 然後又官方說又重新玩了一次幽城幻境路 那提到幽城幻境路 大師上禮拜也開始在玩幽城幻境路 那剛好這邊有提到蘭州相遇 就是夏威夷來蘭州幫高老丈買藥 然後無意間遇到風鈴聲風姐姐 那夏威夷就在那個時候學會禮火神絕 就是直接燒死一個西夏師兵 再來就是葛雲一 建議就是冰璃跟夏威夷去四季逛逛 給他們獨處的時間 那冰璃那個時候就是看上一個項鍊 那當時就不由自主的都看了幾眼 夏威夷就想買給他親手我也想帶上去 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些劇情在上禮拜直播的時候 都有玩到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那這個時候 好這邊有個重點就是事件之矣 那 事件之矣 它這邊是寫事件之矣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放大圖 大家看得到嗎 好就是這樣 這邊是寫說 請奉繩子移約轉器 那這個時候就是 當初夏威夷把那個高層古城的饕餃解決之後 然後 瞬移到原本的古城入口的地方 這時候只剩下夏威夷跟冰璃還行的狀態 那周桶跟朱浩就要趁機除掉他們 然後這時候 冰璃 冰璃就出來 欸不是啊 講錯講錯 這邊是盤沙堡 盤沙堡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被周桶朱浩擊倒了 那這時候冰璃就說事件之矣 那要放出大學 這時候周桶朱浩就害怕起來 然後這個時候 天堯派的蜂銀聲終於出現啦 跟他的秦維鋼大師兄 來幫忙組繳一些人 對 剛才講錯了 OK 好 這邊沒有寫周桶朱浩 然後只說 是為了 解救夏威夷 對 好再來就是夜吃幼 幼兒 幼兒 幼歲 好這邊是天音節 有些序章讀醒的時候 陰建平跟師傅 陰奉仁 在要除夜吃大軍的時候 然後到入口之後 發現了有三隻幼兒的夜吃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一張 好這個在天音節手遊風 有限量公測的時候 也有這個劇情的致敬 那這個選擇會不會影響到 後面的一些 劇情的條件 都還不知道 OK 好這邊都是 然後這邊也有講到 就是 致敬的時候 摩斯頓中 硬件平面的同樣的問題 困擾 然後這邊有一個新的 有幾個角色 右邊第二個應該是 韓弦秀啦 第三個是 誒 我通話一下名字 我通話一下名字 那個 那個那個 好 我真的忘記了 然後左邊第二個 看不出來是誰 左邊第一個也看不出來 左邊第二個是龍葉嗎 感覺不太像 對 右二跟右三 我是確定是誰的 對 好啦 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那個CG圖 CG圖 這個長這樣 好 那 喜歡 這支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 按鈴鐺 記得追蹤IG跟FB 那 基本上每週日 晚上9點半 都會直播 電視節跟 有種環境路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晚安 拜拜